检调侦办警方包庇张广源集团赌博电丸弊案 查出内政部国会联络人李俊燕也有插股 而且还涉嫌透过联合报特派员徐申应 还有自由时报召集员黄岐豪等记者充当白手套 暗阅行费淡水分局的警官借此包庇经营 案情越滚越大 检调侦办张广源电丸集团行费弊案 经过两个月的抽丝剥解赫然发现 其中一家电丸店的业者居然是内政部的国会联络人李俊燕 他原本是新北市新电分局的警员 但私底下跟张广源合作插股经营赌博电丸 而且还透过记者充当白手套搭点辖区内的观景 包括联合报的新北市特派员许申应 自由时报的新北市召集员黄岐豪都被检调查出 从一百年的一月到八月之间 每个月都将几万到十几万的归费交给辖区观景 两名记者还可以取得几万块的维市费 但也因为卷入电丸案 联合报的许生意被报社解雇 自由时报的黄岐豪先停职 如果查出涉案就会免职 而检调在长期监听也发现 电丸店的作风隐秘 只要一游风声就会暂时歇业一度影响搜证 而在漏夜征讯之后 包括张广源在念的七个人 因为涉嫌贪污赌博罪嫌重大 还有串政逃亡之余 统统被申请 积押境界获准 于是